網上傳言 Leica M11P 將會推出 你有什麼期望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 M&K Camera 的 Fanki 網上說的是 Leica M11P 在2023年的年底左右 就會推出 姑且不論它是真還是假 但它始終會推出 大家會有什麼期望呢? 首先要知道它的將來 必須要了解它的過去 我們從Leica 全蝙蝠開始說起 在2009年 Leica 推出 M9 M9 是一部全蝙蝠的CCD相機 像素不高 是1800萬像 分別有黑色 以及銀灰色 都是一個Pink 即是說 當你由七脫落的時候 就會看到裡面是一個黃銅的Bras 很多人都喜歡這種路銅的感覺 到了2011年 Leica 就推出了 M9P M9P 最大的不同就是 沒有了Logo 將Logo 位置變成一顆螺絲 分別有銀色和黑色 它的銀色跟 M3 的質地是類似 而黑色跟 M9 的黑色一樣 還有一個位置 就是 LCD 的 Display 轉了是用藍寶石 防刮花 跟一些名錶的錶面是一樣的 去到 2012 年 Leica 就推出了 M240 在像素方面 是有所提升的 就變成 2400萬像 分別都是黑色跟銀色 而黑色是噴油的 銀色是電到的 除了像素 從 1800萬像 升到 2400 之外 還加多了 Live View 的功能 無論你是在機底的 Display 看 或者是經過一個叫 EVF 來看 都是可以的 亦都加多了錄影的功能 唯一 M 機裡面 是可以做到錄影功能的 去到 2015 年 Leica 就推出了 MP240 這一部機 都是同樣有黑色跟銀色的 在 Display 方面 改用了藍寶石玻璃面 還有為了增加流暢度 在 RAM 的 Buffer 方面 就加大了 去到 2017 年 Leica 就推出了 M10 分別是銀色和黑色 銀色都是一個電盜面 而黑色 就是一個雅雅的黑色 就不像之前的 Backpink 跟 M6 的黑色 是大致上一樣的 雖然像素 都是保持在 2400萬像 因為用了新一代的影像處理器 在細節方面 是有提升的 還有就是 EVF2 現在轉了叫 Visualfax 其實功能上 大致上都是一樣的 但方便很多 沒有了一個插的位置 接觸點 是在 Hot Shoot 裡面 在美觀性方面 是提升了 2019 年 Leica 推出了 M10P M10P 同樣也是 散卻了 Logo 還有在 Shutter 方面 是改良了 在聲音方面 是小了 這麼久以來 Leica M 機 是沒有 Touch Screen 這就是第一部 Touch Screen M 機 到了 2022 年 Leica 推出了 M11 分別都是有銀色和黑色的 最大的改變 就是沒有了後面的電池蓋 電池可以加大容量 以及可以用 Type C 直接去充電 方便了很多 解像度就是之前的 2400 提升到 6000 改進了用第三代的影像處理器 用了這個背照式的感應器 在低光方面就更加優勝了 再配合了 Visualfax 的第二代電子觀景器 因為測光是用一個感應器的測光 變成內部份的位置就少了很多的零件 就像我們之前常用的 Dual Range 即是 Rigid 的眼鏡版那一款 現在在這部 M11 都可以用到 這麼多部機大致上 跟大家做了一個簡介 我們去總括一下它們的變化 普通版的 M9 240 或者 M10 都好 提升到 P 的時候 最大的共同處就是沒有了中間的 Logo 變得更加低調 除此以外 最慣常用的就是 Display 轉了做藍寶石面 Buffer 的加大 令流暢度更加高 Shutter 的改良 令到快門的聲音更加細 還有一個 Touch Screen 那預測 M11 P 會是怎樣呢 我想離不開就是沒有了 Logo 可能轉了藍寶石的 LCD Display 的位置 再者會加大了內置記憶體 好像之前是 64GB 會加到 256GB 跟 M11 的 Monocone 看齊 至於它會不會出 Backpink 的版本 這件事就真的不知道 因為傳聞說 M11 的銀色 是將會停產的 那這個有什麼意味呢 會不會全部都是用鋁合金的製造呢 那鋁合金又會不會變成一個 Backpink 的底 相信這些都是一些未知數 不知道大家又怎麼看呢 除了一些可能性大的範圍 其實還有一些可能是天方夜譚的想法 那 M11 P 會不會由手動對焦呢 改了做自動對焦呢 好像譬如說一個天公截環那樣 只要它將天公截環呢 改了進一部機的裏面呢 我覺得是做到這件事呢 是有可能的 還有之前是 Visualfax 一定要插在上面 會不會可以內置到下去 會不會跟光學的 Viewfinder 共用 是共用同一個窗口呢 相信這個亦都沒有那麼類聚了 再者會不會好像之前 240 一樣呢 同樣可以拍片呢 還有 6000 萬像 會不會是已經是上限了 它還有一個升級的空間 可能上到去更高的像素呢 那之前 SL2 系列呢 就已經有防手震了 那 M 機呢 從來都沒有的 那會不會在這個 M11 P 呢 增加了這個防手震的技術呢 Q3 就可以配合這個外置充電器 可以做到模糊線充電的 那 M11 P 會不會又是這樣呢 那這裡是我本人的個人想像啦 再加上一些網上的資料呢 在這裡天馬行空呢 想一想這些東西的 那好啦 實際一點點了 那 M11 P 會不會值得你去升級呢 那我覺得 看看你正在用什麼機和什麼心態 譬如說你正在用 M9 系列 我覺得是可以升級的 除非你覺得 CCD 是不可以取締的 如果正在用 240 的朋友呢 其實是否值得去升級呢 那其實我覺得也有幾代了 可以真的升一升級 那除非你說 哦 我一定要 M 機呢 是可以拍攝影片的 我覺得值得去升級換一換機的 另外 M10 來說 其實都可以考慮的 因為又像素方面呢 有一個大躍進的改良啦 亦都是很多朋友呢 就是不喜歡有 LOGO的 很多時候呢 都是說我等 P 出才去選擇啦 那這些朋友呢 我覺得可以去想想啦 就是 M11 P 呢 是會相對來說一定是會低調好多的啦 那至於用 M11 的朋友呢 我覺得他就暫時不需要 Upgrade 因為差那麼少的東西呢 我又覺得不是太值得啦 那但是就說話說兩頭 可能你之前用過 M11 跟著轉了會的 發覺轉了會好像沒有 Leica 那麼好啊 那現在是一個很充分的理由呢 去買一部 M11 P 去升一升級的 還有一些朋友呢 他可能希望呢 他部機器保持著呢 是有保養的 那用起來呢 比較安心 那這個也無妨呢 可能是 11 去轉成 做 11 P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的 Leica 的 M11 P 呢 那你對這部機器又有什麼期望呢 歡迎你在我們的影片下面呢 是留言表達你的意見的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有用呢 希望你給個 Like 我 以及 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睇 下次再見 拜拜